嚕嚕來到這邊很多次喔 可是每次來到這個科學博物館 都有很多新的可以學習 另外我很喜歡這個博物館的原因 是它有一個這樣很好的教育中心 它非常強烈的就是溫室校 Global Warming 對我們整個人的影響 對我們整個全世界的影響很大 除了天氣的變化 海岸線變高了 北極冰雪已經濃掉了 很多的生物都跟著一起絕種了 所以要是下次你帶你的小朋友來這裡的話 一定要好好的參觀這個教育中心 它會讓你好好的了解什麼叫Global Warming 溫室效應對我們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像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區塊 它講到Carbon Cafe 也就是說我們吃的東西 對這個生態有什麼影響 其實影響很大的 像要是你吃牛肉的話 你把這個打開 它其實有需要很多很多的二氧化碳 那假如你是吃的是沙拉青菜的話呢 它會告訴你到底要浪費多少資源 因為它是青菜 所以菜只需要陽光跟水 而且它不是很高的生物鏈 所以它不需要浪費很多的car 很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LULU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假如真的要吃東西 你為了要環保的話 吃Green的東西 越綠色的蔬菜水果是越環保 最高的地方 還是越環保的話 可以把那些食物給你 在新增加水果 中的水果 總共濰保的話 是誰也會在這邊 感谢观看